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为各位带来这一本由文桥传播中心所出版的《兔爸爸不见了》 桌子是李婉宁 由林莉莉绘图 故事要开始啦 兔妹妹原有个幸福的家庭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像往常一样 兔爸爸要去上班了 他亲了兔妈妈 又亲了兔妹妹 今天的晚餐是我最喜欢的胡萝卜汤 兔爸爸问 兔妈妈微笑点头 天上漂亮的彩霞已经回家了 可是兔爸爸还没回来 胡萝卜汤凉了 兔妈妈的微笑不见了 赶快喝了汤 去睡觉 兔妈妈对兔妹妹说 明天一睁开眼睛 你就会看到爸爸了 第二天清早 邻居叔叔阿姨和兔妈妈在谈话 大家都不像往常一样微笑 兔妈妈还一面擦着眼泪 可能有些事情耽误了 应该没事的 大家都会帮忙找 你别太难过了 我们会为你们祷告 希望兔爸爸很快就回来 这些叔叔阿姨 你一句我一句地 安慰兔妈妈 今天的日子真难过 兔妹妹没去上学 兔妈妈也没下厨 这个家好像一下子变了样 邻居 兔妈妈端来一碗蔬菜 给他们当晚餐 兔妈妈让兔妹妹赶快吃了去睡觉 明天一睁开眼睛 就会看到爸爸了 兔妈妈说 第三天 兔妹妹从睡梦中醒来 看着 爸爸 爸爸 你回来了 兔妈妈告诉他 这只是一个梦 兔妹妹大哭起来 兔妈妈也忍不住 大哭起来 漂亮的彩霞已经回家了 可是兔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黑黑的夜晚 兔妹妹觉得自己的心 好像有一个大洞 哄哄的 感觉很不好受 邻居 儿大妈为他们准备了美味的晚餐 兔妈妈叫兔妹妹赶快吃了去睡觉 说不定明天一睁开眼睛 你就会看到爸爸了 第四天 兔妹妹睁开眼睛 这一回 他不敢大叫了 因为不想让妈妈伤心 妈妈告诉他 今天一定要去上学 其实他想留在家里等兔爸爸 但不想妈妈难过 只好乖乖背着书包去上学 今天妈妈煮了两人份的晚餐 让兔妹妹吃了去睡觉 希望明天一睁开眼睛 你就会看到爸爸了 兔妈妈说 第五天 兔妹妹醒来 很乖很乖地梳洗完毕 被着书包出门 今天他有一个秘密行动 他要去找爸爸 他走上爸爸每天经过的小路 遇到一只小青蛙 就问 请问你有看到我的爸爸吗 他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小青帽子 小青蛙摇摇头 已经很多人问过我了 五天前见他经过这里 以后就没再见到他了 我可以留一张纸条给你吗 如果你看到我爸爸 一定要交给他 小青蛙同情地点点头 兔妹妹的纸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爸爸 我是你的宝贝 我好想你 看到这张纸条 请你赶快回家吧 一路上 兔妹妹遇到好多友善的朋友 有甲虫 鸟 狗等等 大家都收下了资料 并感应若遇到兔爸爸 一定叫他赶快回家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已经第十天了 兔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兔妹妹在家里等爸爸的时候 很乖 很安静 尽量不给妈妈添麻烦 她想爸爸的时候就画画 有一天放学后 她又出去找爸爸了 请问你有看到我的爸爸吗 他戴着一点蓝色的卡奇帽子 动物们都知道了 兔爸爸失踪的消息 大家都摇摇头 不知道要怎么安慰兔妹妹 那么请你收下这图画 当你遇见我爸爸的时候 请交给他 兔妹妹的每张画都写着几个字 亲爱的爸爸 我送你一个贝壳 我答应你 我会听你的话做乖小孩 你赶快回家吧 好吗 第二个十天了 兔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放学回家的时候 他跟邻居羊弟弟说 你知道吗 我爸爸喜欢讲了一个故事 就送我一颗彩色的小石头 我直接捡了这些小石头 都彩上颜色了 我要把它们放在路上 给爸爸做记号 让他记得回家的路 原来这就是兔妹妹这一天的秘密行动 他们俩一路走着 在一些显眼的地方 放下一个颗彩石 一面把兔爸爸讲过的故事 告诉羊弟弟 经过一个下午 整个丛林的小镜都鲜艳起来 第九个十天了 兔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兔妹妹又有新的想法 她来到小河边 大声地说 请问鱼姐姐 你们是不是可以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想请你们帮我告诉水里的朋友们 如果他们在很远的地方遇到我的爸爸 请我的爸爸回家 好吗 她戴着一顶蓝色的卡其帽子 鱼姐姐说 好的 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以后如果你想对爸爸说什么 你就来这里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我们会帮你把想说的话 传到很远的地方 太好了 谢谢你们 又过了好多个十天 兔小妹已经数得不能再数了 兔爸爸还是没有回家 兔妹妹喜欢坐在家门前放秋千 兔妈妈在她的后面轻轻地推着 看着天空漂亮的彩虾 快乐地慢慢地回家 兔妹妹对妈妈说 妈妈 我好想念爸爸 我想唱这首爸爸的歌 于是两母女一面荡秋千 一面吟唱爸爸最喜欢的歌 直到月儿照亮了天空 已经一年了 兔爸爸依然没有信息 兔妹妹的家门前有一棵树 是兔爸爸以前种下的 于后树上的小黄花洒落满地 兔妹妹看着地上点点黄花 想起兔爸爸的笑容 她一面走 一面想着爸爸 进到屋里 看到每一个角落都留着和兔爸爸一起的记忆 今天她好像明白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各位大小朋友 你们觉得兔妹妹明白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 零睡前 兔妹妹对兔爸爸说 亲爱的爸爸 虽然我很想念你 但我知道你一定有原因不能回家 现在我心里的那个洞 不再像以前那样辛苦了 爸爸 我今天明白了 原来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谢谢爸爸 为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相信你没有忘记我们 就像我们没有忘记你那样 永远 永远 在心里 兔妈妈亲吻她的宝贝 温柔地拥抱着她 慢慢地 安稳地 进入梦乡 各位大小朋友 你们觉得 为什么兔爸爸会不见了呢? 他还会再回来吗? 如果有一天 你们心爱的人 或者是心爱的东西不见了 你们的心情会是如何呢? 青蛙老师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一个故事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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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